初期在接觸演奏曲的時候 一個演奏家對我影響是很深的 他是一個日本的演奏家 他叫做鴨尾光太郎 他有很多的華麗的技巧 所以他做敲擊的動作 他也會發出像鼓一樣的節奏 可以發出很多 不是只有波旋可以發出來的聲音 讓我會覺得說 哇 吉他怎麼可以做到這些事情 在開始從事教學之後 日本的另外一位演奏家 叫做松井又貴 是用很簡單的和弦 但是他的右手的變化性 讓整個音樂聽起來更生動 是我影響很深的兩位音樂人 所以那個時候我就會覺得說 我應該要去往這方面去更專嚴 所以我就練了他很多的曲子 那希望也可以跟我的學生 或者是朋友分享 你是因為什麼原因而彈吉他 如果你可能會因為 你喜歡唱歌而彈吉他 你可能會覺得說 那我只是因為喜歡吉他的聲音 然後去彈吉他 那這些也都可以 或甚至你是看到 別人在舞台上面表演 那你自己也想站在舞台上 你可以隨手 然後拿起一把吉他 然後去撥動你的琴弦 然後讓你的音樂去感動周邊的人 我覺得是Ruby音樂最想看到的事情